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宁海忠洛亚采访报道 专家 内外交困 习变相培植 推翻自己的人 岁末年初 中共继续对内部进行大规模清洗 经济上一边唱高调 一边禁止唱衰 对日前的台湾大选 中共借选的计划受挫后 中共政权以及习近平本身的统治危机持续受关注 观察家认为 中共最大的问题在于经济 而在内外交困中 由于习近平的治国无能和专制独裁 他正变向在中南海内部培植推翻自己的对手 分析 中共最大的问题在于经济 中共统计局17日宣布 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5.2% 中共总理李强则提前一天在瑞士出席达沃斯论坛时宣布了这个数字 不过 国际专家普遍质疑中共数据的真实性 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专任副教授孙国祥 1月19日对大纪元表示 中共本身最大的危机在于经济 国际上都认为中国的GDP没有办法达到5% 国际机构预估2024年 2025年中国大陆的GDP还会进一步下滑 孙国祥认为 中共曾经要老百姓不要管政治 希望及经济展现共产党的能力 但现在经济在下滑 因为习近平以保护中共政权为最优先 不惜伤害经济 以使中共自称的对大陆统治的正当性出现撕裂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 19日对大纪元表示 中共今年会面对连串的挑战 习近平自己制造了黑天鹅 经济问题 人口老化 还有房贷可能引爆 会使中国金融体系受到重大影响 最新的指标是 香港恒生指数连日下跌 金融问题会造成社会的浮动 最终会造成政治问题 这是系统性的挑战 今天是1月19号 台股大幅上涨 港股又下跌 资金持续外逃 这些是市场政治的指标 印证今年对中共来讲 会是经济限于接近崩溃边缘的开始 他同时认为香港股市继续跌 相对台北股市上涨于453点 说明外资逃离中国大陆 转进台湾 现在是台湾大选之后 等于是外资对台湾高度有信心 对中共是严重看坏 原因除了贸易战之外 就是因为中共内部的政治紧缩 让自由市场无法得到保障 中共把这些外资都吓跑了 孙国祥认为 中国国内经济危机和国际环境息息相关 现在西方虽然没有提到脱钩 只是去风险化 但是去风险化的过程 让世界各国都警惕中共 中共想要让全世界经济都依赖中国 不过当美国和欧洲 各个国家要把供应链去风险化 代表的是都在减少对中国市场 和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台湾也是 他继续分析说 中国大陆放开疫情封锁后 又推动所谓的外循环 内循环 试图重启经济 但国内消费不张 全世界地人政治动荡 中共当初所设计的一带一路的投资 其实都依赖稳定的国际贸易环境 最近红海危机 也对中共的经济布局造成严峻的挑战 在未来的一两年 问题还会不断地出现 专家 习近平正在变相培植 推翻自己的对手 在党内政治方面 去年习近平拿下了亲自提拔的外交部长秦刚 以及国防部长李尚福 还有大批军方将领和军工企业老总 最近有传言说 以刘源为首的红二代 对习近平发起挑战 孙国祥认为 习近平上台至今 政治对手已被通过反腐斗争清洗掉 目前并没有一个足以挑战习近平地位的对手 但是习近平的治国无能 加上又专制独裁 反过来正在变相孕育 或培养未来 推翻自己的政治对手 新的风暴可能还正在形成当中 等到有一天可能成为气候的时候 就会导致中南海内部出现危机 2022年中共二十大 习近平的亲信全面上位 他的个人独裁不断强化 尽管如此 当局不断强调 加强集中统一领导 并惩罚躺平的官员 孙国祥说 官员躺平的情况 其实在习的第二任期就出现了 因为习近平自己认为他很厉害 全都要管 于是很多人就说 那就让你全管 造成整个官场躺平的效应 这样最后会造成政权治理能力的空洞化 习近平执政的正当性 会出现另外一种问题 孙国祥说 习近平打破了中共的接班制度 未来中国大陆治理的摊子 到底谁能够接手 都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因为中共政权 没有办法进行体制改革 中国的经济问题 也没有办法解决 外界对于中共倒台 中国大陆出现大变局 需要做好准备 习近平会因内部冲突激化 而对台开战吗 一直有观点认为 当政权不稳 国内矛盾重重 习近平可能发动台海战争 或在南海动武 孙国祥认为 习近平因为政权不稳 而在台海 南海动武 只有1%的可能性 当然不排除中共会铤而走险 但未来中共必须要花很大的力气 应对美国的印太战略 中共没办法在近期冒险发动 不理性的战争 苏子云认为 以往中共有内部冲突的时候 可能对外发动战争 比如中共占领中国大陆不久 局势不稳 1950年就参与韩战 在文革刚启动的时候 就跟前苏联爆发了珍宝岛事件 1979年 邓小平打倒了四人帮之后 就打越战 但韩战 越战或珍宝岛事件 都是地面战争 中共可以用人海战术 但在台海 东海或南海 是海空战争 是科技力量决定的 中共没有胜算 中共在台海挑起事端的可能性比较小 倒是可能在印度边境 是以地面部队为主 借由外部冲突 转移内部压力 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 助理教授林颖佑 也不认为台海真会有动物的状况 他认为 中共至少是不会想在这个时间打 可能要先等美国总统大选 结束以后 才会有更进一步的做法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